屏東市百貨公司的空橋兩旁 擺滿來自春日鄉的農特產品 春日鄉獲得園民會創架計畫補助 打算結合產銷履歷、文化意涵以及部落遊城 為春日好物打造新的價值 整個7月進駐屏東市 讓更多民眾能夠親近了解 這一次的專案就是創架計畫 那主要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來行銷我們春日鄉的農特產品 四大農特產品包含芒果、咖啡、有機蔬菜跟芋頭 新鮮的蔬果每天從部落直送 春日咖啡產業也逐漸成熟 族人的傳統主食芋頭更是消費者的最愛 我女兒有買 買芋頭 主要是我們才煮著吃 那你喜歡這種產品嗎 好吃 很Q 不像一般的芋頭 爛爛綿綿的 會有那種熱情對顧客那種不一樣的介紹 然後因為都是自己家鄉母屋他們種的 所以會想讓大家都知道 春日鄉有那麼好的 而且優質的農產品 因為人青土青 青年也成為部落產業的最佳代言人 期待創架計畫為春日鄉產業帶來新的契機 原期新聞霸浪 屏東市搶播到 謝謝 burn